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完整的一个猪蹄的鱼 耐心烹煮 醇厚香浓 来尝一口软糯香嫩的美味猪蹄吧 不同地方的人们对我的爱称可谓五花八门 猪蹄 猪脚 猪手 甚至还有人叫我猪爪 没办法 谁叫我在餐桌上是人见人爱呢 别看我平时其貌不扬 你们对我爱搭不理 但经过烹饪高手仔细处理之后的我 便会焕然一新 餐桌上的我更是会凭着满满胶原蛋白的独特口感 令你们深深陶醉 无法自罚 猪蹄是人们喜爱的餐桌美食之一 红烧猪蹄 清炖猪蹄 烧烤猪蹄 各种清新的烹制能发挥出猪蹄本身的软嫩鲜香特质 令天南海北的食客都对它青睐有加 不论何时何地 美食老饕们都会竭尽所能 用它变换出各种诱人的风味菜肴 新鲜的柚子大丰收 重庆凉亭区人炖煮辣猪蹄 如何与苦涩的柚子皮混搭 有点像吃那个肉的感觉 湖北历川土家族人烹制辣猪蹄时 为何要将辣猪蹄先聚后砍 现在咱们这个是把它聚成块是吗 现在要对聚成块 去骨流皮 博山人用祖传方法烹制的运扎猪蹄 内藏何种乾坤 我真的塞不进去了 我感觉这个猪蹄它已经要快被撑爆了 不同地域食材的相互碰撞 以及不同的烹调技法 让猪蹄变身为多种诱人美味 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就带您领略 原本平平无奇的猪蹄 是如何摇身一变 成为人人争相品尝的美味佳肴 猪蹄以其软糯口感和丰富营养 而深受巴蜀地区的人们喜爱 红烧猪蹄 秘制鲁猪蹄 猪蹄汤 这些都是他们餐桌上少不了的绝妙家品 我这次味道调查之旅 来到重庆市凉亭区 就是为了找寻隐藏在这里的一道 有关猪蹄的奇妙美味 快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揭秘吧 颜大哥 这忙着了是吧 我看咱这小片弄得真漂亮 颜观五 在重庆市凉亭区和兴镇 是人尽皆知的烹饪猪蹄的高手 热爱研究美食的他 多年沉浸于菜肴的创新制作当中 为了丰富家人的餐桌 他要以猪蹄为食材 烹制一道与众不同的猪蹄拿手菜 那会是什么呢 吃猪蹄和猪蹄 吃猪蹄和猪蹄 吃了是发财 抓钱的吧 抓钱的 真是 吃啥补啥 先把白酒 咱们这腌辣肉要放白酒 这个白酒这度数没有讲究吧 度数的高度的吧 60度以上 50度以上的 60 60 原来重庆市凉亭区人 习惯把猪蹄称为猪脚 他们喜爱将猪蹄制成 辣猪蹄来吃 美味好吃的辣猪蹄 常常作为压皱菜 出现在当地人的餐桌上 想要将这个筋骨相连 有皮有肉 其貌不扬的食材 做成辣胃 就需要一些特殊的处理方法 为什么要高度的 高度的 它的撒菌的效果 和实际上的毛细 张开的话更好 这等于让它喝饱 然后张开了是不是 对 它不得罪人 要罪人 此刻的我 仿佛是在用高度白酒 给猪蹄做按摩 因为猪蹄有完整的猪皮包裹 所以酒精可以让毛孔张开 迎接食盐的加入 将新鲜猪肉制作成腊肉 是人们长久保存肉类食材的方法 而盐是中国人最信任的防腐剂之一 食盐溶液的渗透鸭 可以让食物渗出水来 抑制其中微生物和酶的活力 达到防腐功效 真的是在按摩 对不对 包括你看这个纸缝里头 也得给它搓到位 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看出 重庆良品蜡猪蹄 腌制之外的奇特之处 此时 阎官吴大哥却叫我带上工具 前往附近的一处山林之间 说是要寻找烹制蜡猪蹄的特殊搭档 哇 大哥 这还真是 漫山遍野都是柚子 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 能看到这一抹一抹的黄色 你觉得很暖和 对 对 很温暖 你是不是从小就摘柚子 拿得起杆根就可以 拿得起杆就可以开始摘柚子了 那就很小的时候了 是吗 这种套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就这样套上吗 从这个地步 从下面往上 然后呢 它不会往下掉吗 对 平时 这样 掉 对 哎呀 天呐 原来这个是这么用的 这上面这个地跟这个连接处 它其实很脆弱 你轻轻地一使劲它就掉下来 原来年底正是良品柚 成熟上市的季节 辛苦一年 幼农们迎来了丰收时刻 严官吴大哥说 想要烹制特色蜡猪蹄 柚子就是它不可或缺的好搭档 很好扒 哎呀真的一掰你就明显感觉到 看到没有 这真的是 尝一个 哇 第一口吃下去 就跟普通的那个柚子那种酸甜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它有点接近于那种龙眼的那个味道 有一点点甜甜的哈 而且水分特别俗 但是它 你在细品啊 它有一点 就是有一点回味 有一点点麻麻麻的 有一点淡淡的苦味 入口香甜 回味一番 舌尖又捕捉到一丝麻与苦的别样感受 这种味道来自柚皮中的活性物质 类柠檬苦素和柚皮肝 它们对健康也十分有益 带着满满的收获 我一直在想 腊猪蹄要如何跟眼前这新鲜的柚子搭档呢 穿鱼地区山多树蜜 气候潮湿 腊味无法自然风干 因此只能使用柴火进行熏制 因地质疑 颜大哥选择用柚子树的枝叶来充当柴火 汁叶不完全燃烧形成的烟雾颗粒 带着炙热的高温席卷而来 逼出猪肉中多余的水分 熏烟成分中的全类和分类 起到了杀菌并提香的作用 烟雾饱含各种脂肪族和芳香族等化合物 沉积在腊肉表面 形成诱人的色泽和独特的烟熏风味 然而这还只是腊猪蹄与柚子的初步结合 从小在柚子林里长大的颜大哥 对二者结合的烹饪之法 还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腊猪脚筋 我们都在处理这个辅料 柚子 但是咱们吃的是里边的柚子的肉吗 还是 腊猪脚的话 都是用里面的海面层 这一道 柚子的中果皮俗称海棉层 没想到它也能用来做菜 这会是什么口味呢 你尝一尝这个啥味道吧 现在就能尝是吗 可以 尝一下 有点像棉花糖 但是其实还是有点苦味的 看着阎光吴大哥如此熟练的手法 我也要亲自感受一番 其实跟那个片肉是差不多的 是吧 对对对 注意到事 好 真的小心 对刀工向来自信的我 没想到柚子的海绵层松软而有弹性 而想要均匀下刀却没有那么容易 这行吗 稍微再跟它片 再宽一点 好 这片有点厚了 处理口味苦涩的海绵层 刀工要求还如此严苛 我实在想不出 盐大哥会如何用它与蜡猪蹄搭档 盐大哥却有绝招 将海绵层进入盐水 高浓度的盐水可以逼出海绵层里含有苦味的汁液 裹上全蛋糊 烧热油锅快速一炸 海绵层的绵软口感 在瞬间发生了三间腹地的变化 看起来像个那种小零食似的 趁热 外面是糟的吗 居然是这种口感 有点像吃那个肉的感觉 你要不告诉我 这些柚子里面海绵层 我绝对想象不到 它是这个水果 外面是那种脆脆的 但是里面还是软和的 那种面面的口感 辅料又皮酥已经到位 主角蜡猪蹄隆重登场 为了让猪皮更有嚼头 在正式烹饪前 需要稍微烘好猪皮 这个腊肉的味道 果然下去之后就不一样了 说起腊肉的吃法 最常见的当然是拿来炒一炒 在川鱼地区 腊猪蹄的做法 却是用来炖汤 饱含烟熏味的油脂 快速与汤水融合 此时再加入肉皮酥一起炖 腊猪蹄的咸味得充分稀释 浓郁的汤汁散发出阵阵肉香 漫长炖煮后 辣蹄终于迎来登场的时刻 感觉跟刚刚吃完全不一样了 它本来柚子这种有一点点清香 但是又吸足了那个腊肉 那个淡淡的烟熏味 腊猪蹄与肉皮酥的混搭 让重庆人将腊猪蹄吃出了新意 而味道调查员听说 在湖北省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历川市 当地土家族人也喜爱吃腊猪蹄 但他们却有着自己 独特的加工制作方法 那又会适应到 什么样的特色风味呢 腊月时节的历川市街头 伴随着阵阵吆喝之声 各路美食纷纷亮相 明天你得买两碗 来一碗尝尝呗 好好吃 原本以为这次的味道调查之旅 会从热闹的集市上开始 然而当地人却告诉味道调查员 想要吃到当地最正宗的腊猪蹄菜肴 必须先找到一种 只有在当地的高山蜜林之中 才有的食材与之搭配 一场大雪把团宝镇大压村 装扮得分外妖娆 美丽的雪景令人沉迷其中 味道调查员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断寻觅 一番火热的劳动场景映入眼帘 叔叔 阿姨们 你们辛苦了 太辛苦了 人们在这天寒地冻时节 来地里采蛙的究竟是何种食材呢 熊杰自小便和家人一起从事农业种植 腊月里正是地里这种农作物 集中上市的时候 寒冷的天气也阻挡不了 大家丰收的热情 受到感召的味道调查员 也加入其中挖掘起来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自己挖到一根山药 大冬天的 原来当地人喜欢用本地产的山药 与腊猪蹄搭配进行烹制 不同于其他地区山药的清脆可口 大鸭村地处高寒 山药生长周期长 淀粉含量高 因此口感软绵 山药已经备好 而腊猪蹄又该如何处理呢 现在咱们这个是要把它锯成块是吗 现在要锯成块 味道调查员第一次锯蜡猪蹄 心中很是疑惑 为何要先锯后砍呢 我连动都对不了 这个刀好像不听我的使唤 在我手中 它就一直不动 味道调查员使出浑身蟹数 蜡猪蹄依然纹丝不动 雄杰说 如果直接用刀砍 会有很多骨蟹附着 切口也容易歪斜 做菜不够美观 因此要先用锯子切割 再用刀砍成小块 这是土家族人对腊猪蹄 传统的处理方式 土家族人认为 腊猪蹄是腊味中的上品之选 简单的炖煮则是烹饪它的首选方式 通常会放入土豆 用来中和腊猪蹄的咸味 而当土家族人钟爱的腊猪蹄 与口味清淡的山药发生碰撞 又会有怎样的美妙滋味呢 大块的腊猪蹄下锅 浓液的肉香直冲毒腔 哇 我根本闻到香味了 腊猪蹄经过热油的烹制 渗出层层油脂 再加入适量清水 直至炖煮出腊味本香 再将山药加入锅中 大火烹煮 小火入味 腊猪蹄吸收了山药本身的清香 变得外香里嫩 肉汁饱满 太好吃了 我是知道熊哥之前 有在部队当两年兵嘛 对 那你当兵的时候 是不是很想念 这个家乡的这个山药的味道 特别想念 然后每年我父母的 也会给我记忆一点 也会记忆是不是 对 吃到这个山药的时候 就感觉 就有了家乡的那种味道了 品尝着用自己劳动所得 制作成的美味佳肴 丰收的喜悦 在大鸭村人的面颊上 绽放开来 品尝到这记忆中的家乡好风味 就是对所有人 整年辛勤劳作的最佳靠劳 见识了重庆人和湖北历川 土家族人通知腊猪蹄的智慧 味道调查员又来到广东佛山 听说这里的人用一种祖传方法 制作的运扎猪蹄 做法独到 内藏乾坤 那会是怎样的美味猪蹄呢 猪蹄里又会藏着什么奥秘 就还是挺好吃的 小孩很喜欢吃 一个月都会买三辆车的 运扎猪蹄 历经五代人传承 如今的第五代传承人 就是这位小姑娘 她叫余秀丽 别看年纪小 却已经学习制作运扎猪蹄 很多年了 余秀丽告诉味道调查员 一只好吃的运扎猪蹄的诞生 要从清晨五点开始 这里大都是吗 对 一大大都是猪蹄 咱们这个每天早上都会送来一颗吗 对 这猪蹄还挺大的 它这是前蹄还是后蹄 这是后蹄 为什么选后蹄呢 以前一直都是用猪后蹄来做 因为前蹄 它刮出来的皮是不一样的 做不了这个扎猪蹄 新鲜猪蹄已经备好 味道调查员也迫不及待地 准备见识一下 这个传承了三百多年的老味道 是如何制成的 然而余秀丽却要引荐味道调查员 去见一位神秘人物 这位刀工贤熟的师傅 是运扎猪蹄的第四代传承人孙恩 他从事制作运扎猪蹄的工作 已经四十多年了 孙师傅说 运扎猪蹄的制作 很是考验手艺 既要保证用刀将猪蹄的筋骨 全部踢出 同时还要保证猪蹄的外皮 完好无缺 哇 非常的完整的 一个猪蹄的这个皮 哇 这个刀工真是太棒 贴骨去筋是制作运扎猪蹄最难的环节 孙师傅说 要学会这门手艺 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 慢慢慢慢拿着 对 慢一点 为什么要把皮割这么薄呢 因为它不割薄的话呢 它后来晾肉进去的话 会感觉很利的 吃起来的口感 小心 皮割破了 就到关节 这个地方特别的难切 切了半天 本来以为就要成功了 结果功亏一块 踢骨去筋的工序完成了 接下来的这个步骤 是这家百年老店的独门秘籍 也是运扎猪蹄 独步江湖的关键所在 运扎猪蹄的内里乾坤 就是这块猪肉 这块特选部位的猪肉 肉质细腻 瘦而不柴 最宜食用 我们现在切的这个 是什么肉啊 猪颈肉 称为猪的一号肉 最滑的一部分 将猪颈肉切好后 就要用传承了 三百多年的老方子 进行腌制 目的是让这块肉 变得堂滑爽口 卤香四溢 在里面的卤水 还有腌肉的调料 是他们的最秘方的一个东西 这些就比较好认了 罗汉果 香叶 这些是一些调制好的粉末 孙师傅在猪颈肉里 加入丁香 八角等二十多种调料 通过拍打揉捏 调料的滋味 渐渐渗入到肉里 经过一个小时的腌制后 再将腌好的肉穿在铁签上 放入火炉中进行低温烘烤 猪颈肉烘烤约二十分钟 不仅锁住了肉里原本的汁水 更将调料的辛香 进入肉中 随后最考验手艺的工序到了 那就是捆扎猪蹄 拿肉 对 然后一层一层地叠在一起 咱们这个是几层来着 八高层 八高层 八九层 要保证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有肉 我真的塞不进去了 我感觉这个猪转 它已经要快被撑爆了 制作运渣猪蹄的捆扎程序极为讲究 用来捆扎猪蹄的绳子 是一种生长在咸淡水交汇处的拎草 将其晾晒后再浸泡 就变得格外有韧性 而做好的运渣猪蹄 也会内外富有水草的清香 木棍固定 水草缠绕 经过整整十八道的细致捆扎后 猪蹄又恢复了原样 然而内里早已换了乾坤 接下来将捆扎好的猪蹄 放进几十种调料密制的老鲁汤里 开始运 博山当地人所谓运 就是慢火煮净的意思 而运好一只猪蹄 需要整整四个多小时 猪蹄外皮的胶原蛋白 和内里经过烤制的猪颈肉 充分融合 成为了一个整体 这个猪蹄做的外皮很脆 然后很爽口 而里面的这个肉呢 也是一种很松松脆脆的口感 两种口味融合到一起 这个搭配非常的好 制作好的运渣猪蹄 可以切片及时 吃时还可蘸卤水汁与醋调味 都具有别样的口感与风味 在佛山 正因为有着孙师傅 余秀丽这些兢兢业业 脚踏实地 具有匠人精神的传承人 才有了运渣猪蹄 这样历久迷心的佛山老味道 历经漫长的耐心烹煮 做好的猪蹄 表皮软糯香嫩 入口鱼烂绵芽 醇厚绵长的香气 泥散开来 令人时之神魂俱罪 盐冠吴继续尝试着 辣猪蹄的各种新奇搭配 或许未来它所创新的美味 也能成为重庆人 日常餐桌上的佳肴美传 湖北历川的熊杰毅然心勤劳做 一道腊猪蹄炖山药 包含着丰收时节 她对家人的关怀与陪伴 俞秀丽恪手本心 对运扎猪蹄传统手艺的用心传承 只为让这种历经几百年的老味道 能够一直保留在佛山人的记忆当中 对美食的探索与创新永无止境 毫不起眼的猪蹄搭配家乡的好食材 总能烹饪出迥然不同 令人难忘的特色家乡美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